- 還會吸毒嗎- 這邊 良心男子低頭不乏一語 上車前才雙手核實 小聲說了句謝謝 熟人母親引發重怒 沒想到二神逆轉改判無罪 更讓社會大眾不能接受 無論是就像什麼樣的判決 都應該要對大眾說明清楚 不次一來才有辦法 減低人民對司法的不性能 或是對於這樣的判決之後 造成的恐慌或擔憂能夠減少 當初也是因為殘忍手段 失去置信 小燈泡的媽媽感同身受 高院的判決讓外界罵翻天 台大醫院和法醫研究所 認為良性男子犯案時 欠缺辨識能力 桃園療養院則說 他是安非他命中毒 最後卻變成他犯案時 無辨識能力或判無罪 但法醫研究所打臉 根本沒有對良性男子 做過精神鑑定 我覺得當一個法醫 我們最主要是鑑定傷口 以及那個住宿原因 他到底在這個砍的過程當中 真的有啼笑嗎 還有很多普遍都不得要壞 對不對 你還一直到台 你就嚇了 這個叫做嚇了 這個叫做精神病 高院法官陳曉沛 正義已經不是第一次 華山分身案兇手陳柏千 被他認為自首 最後免死 2016年桃園一起KTV鬥殴 一死一重傷 被告原本都被重判殺人罪 但二審其中一名少年 竟然改判傷害還免求 陳曉沛的見解 經常和醫生法官不同 案件上訴率在全高檢署 占了四分之一 連檢察官都淨位三分 這次世母案被批審解釋 這樣的判決是否有瑕疵 再度遭到質疑 三立新聞江文贤徐敏娟 台北採訪報導